我 小老板 刚刚什么情况啊 你现在很闲 大病历都写完了 病程都录入了 我不过是仰慕顾医生破天荒英雄救美的赢子 不 敬意勇为 萨昆还没出院 患者的监护人不能被带走 小老板 听说你昨天晚上和苏万一在药房共度了一夜 你昨天晚上和顾一生共度了一夜 我没有 他胡说八道 不是 你怎么胡说八道呀 静在这儿造谣 我可没造谣 药房管理员亲眼所见 现场那是一片狼藉 苏维安 你给我说清楚了 他肯定认错人了 我这才刚来 他怎么可能认识我呢 药房管理员可不会认错小老板吧 不是 你们污蔑我就算了 我怎么还往顾医生身上泼脏水 把明天的手术预案全部过一遍 技术入路和步骤 待会儿抽查 不是 方明凡 你是来提供医疗援助的 还是来八卦吃瓜的 好 这也不耽误啊 你说什么 方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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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一下 好 方医生 我 我给你打听个事呗 江翻译 叫我明凡就好 不用这么客气 好 明凡 我问你啊 你们家小老板他有对象吗 小老板 有啊 他谈恋爱了 谁啊 好不好看 也不能说难看吧 不过人家是医学界大拿 在小老板心中 神一样的存在 可不仅仅是爱了 医学大拿的话 那不都七老八十了吗 还能跟顾云正谈恋爱啊 他谁啊 叫什么名字 酷心 酷心 还有性酷的女孩子啊 现代神经外科之父 酷心 小老板最迷恋的就是他了 瞅你个方医法 你骗我 小老板没对象啊 但是我觉得 你要是喜欢他的话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他现在心里只有医学 要是农村和维安跟他的男神在一起 那等顾云正原住任期结束 不就能一起回国了吗 说不定还能让维安重拾医学理想 江明你可真聪明 你只能有钱 你只能够派医学理想 你现在这样懂得 你只能看会儿 你只能不抵触 你只能看得不开 你只能看得不开 赛宽 叔叔给你编个魔术 赛宽 叔叔给你编个魔术 赛宽 可爱吗 来 送给你 爸爸 你叫我什么 赛宽 他让医疑医疑 这都走了八分钟了 那车到底在哪儿呢 我真的赶时间 马上就到 厂棚跑车 真皮座椅 老板亲自驾驶 这车 我坐哪儿 这儿啊 行李呢 行李不是很简单 这儿 我开车特别稳 一定没问题 放心吧 你认真的吗 作为医生 面对疾病束手无策 其实是最大的痛苦 那个嫌我车烂 还是要不是打车吧 把钱我退给你 赶紧走 已经过去十分钟了 也还剩下四十分钟 快啊 那个 去哪儿啊 友好医院 我愿意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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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这个比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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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元 不便宜 除了人民币才一千多块钱 你能够比较便宜 不着急 您慢慢选 选到喜欢的为止 反正都是我来买的 不着急 不着急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这家店没有贵的手机啊 我怎么能知道呢 这家店是你选的 没有喜欢的 这部不错 订阅模特儿 谢谢 这款 四卡四代 还带美黑功能 铃声的音量还特别大 我见患者用 那么好用 你自己就是用 你还我原来的手机 好好 好 不喜欢是吧 不喜欢咱就不要了 哎呀 反正也没有人找你 算了算 我要白骨 我们拿来 拿来 拿来 好 多少钱 240$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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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蛋糕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待